看 这位美女钓鱼爱好者竟然和鱼塘老板大吵一架 美女一怒之下 将自己辛苦锤钓六小时抓到的大鱼 全部到青道在了岸上 好让人们看清楚鱼塘老板的嘴脸 故意刁难鱼塘老板 而美女的这一暴躁举动 瞬间引来一大堆吃瓜群众的围观 周围的钓友们见有热闹看 直接丢下鱼杆尾上前来拍手叫好 还有不少人看着妖艳的美女和满地的大鱼 在一边恶意拱火 美女垂钓六个小时辛苦钓上来的大鱼 为何要全部倒在地上 鱼塘老板又是为何要与这位美女大吵大闹呢 视频中的这位美女是个钓鱼高手 平时非常喜欢钓螺飞鱼和翘嘴 今天美女随即来到一个鱼塘 想要钓鱼打发时间 没想到鱼塘老板一张嘴就说 钓鱼六小时收费五千块 如此高的价格放眼国内屈指可数 不过鱼塘老板的这个离谱收费 不仅没有把美女吓退 反而让美女更加激动 跃跃欲试 鱼塘老板说 他承包的这个水库里边 几乎没有其他杂鱼 二十多斤重鞘嘴和螺飞鱼很多 甚至还有一百斤重的大鱼鱼 都是实打实的大鱼 而且钓鱼结束后 老板会以四十块钱一斤的高价回鱼 美女一听更来劲了 决定在这里钓上六个小时 但鱼塘老板似乎不愿意给美女原意 坚持索要五千块钱整 少一分钱都不让美女钓鱼 美女也是爽快人 痛快支付了五千块就开始找地方打窝 美女钓螺飞鱼翘嘴六小时 鱼塘老板竟然收费五千块 说好回鱼的时候四十块钱一斤 但回鱼时老板却耍起了无赖 美女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和鱼塘老板硬钢 大吵大闹一顿也没解决问题 钓鱼开始前 美女痛快支付五千块 想要好好露一手看家本事 盘盘这位嚣张的鱼塘老板 但等到美女打窝结束开始钓鱼 才发现事情不对 鱼塘老板说 自己鱼塘里边都是翘嘴和螺飞鱼 还有一百多斤重的大鲲鱼 美女钓来钓去发现 上钩的鱼全部都是一些普通的草鱼 粘鱼和其他杂鱼 这些鱼根本就不值钱 就算自己弄到集市上去卖 也卖不上价钱 几个小时过去了 美女钓上来的鱼一条接着一条 但是却很少钓到鱼塘老板说的 所谓的螺飞鱼翘嘴 一百多斤的大鲲鱼 更是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美女越钓越火大 觉得自己被鱼塘老板欺骗了 决定在钓鱼时间结束后 要回自己支付的五千块钱 很快六个小时结束 美女安置好钓上来的这些杂鱼 找到鱼塘老板 说明了鱼塘钓鱼的情况 张嘴索要自己六小时前支付的五千块钱 可鱼塘老板既然收了钱 又怎么可能会将美女的五千块退还呢 老板一直在和美女扯皮 还说自己鱼塘里 确实有很多二十多斤的翘嘴和螺飞鱼 只是美女钓鱼技术太差 没有钓上来罢了 见鱼塘老板如此推诿 美女又提出了回鱼一说 广东美女钓翘嘴螺飞鱼六小时 竟然被鱼塘老板收费五千块 而且钓上来的全是鲜鱼和草鱼 鱼塘老板说好 以四十块钱一斤的价格回鱼 可在美女钓鱼结束后也不认了 刚开始美女觉得自己是个女的 让鱼塘老板给坑了 想要回自己支付的五千块钱 但鱼塘老板不肯 紧接着美女又说让老板回鱼 按照说好的四十块钱一斤的价格走 可鱼塘老板虽然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却说四十块钱一斤 只能回罗飞鱼撬嘴还有大盹鱼 至于美女钓上来的这些杂鱼草鱼 老板并不愿意回鱼 还站在一旁说风凉话 让美女将这些杂鱼全部拉回去自己吃了 这么多草鱼杂鱼 美女想拉回去 最少还要故意辆卡车才行 再说即使自己花钱 把这些杂鱼拉回去 吃不了不说 弄到市场上也不好卖 最后还是得砸在自己手里 鱼塘老板这就是在妥妥的欺负人 美女也不是好惹的 索性当场就和鱼塘老板对骂了起来 双方互相指着对方乌言晦语 根本没有一个服软的 中国人看热闹的天性再次发挥了作用 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 都在挑唆美女猛干鱼塘老板 还说这口气要是唤自己的话 那根本就咽不下去 美女被众人挑唆越来越气 最后索性将打捞上来的大鱼 一股脑倒在了地上 那么大家要是美女的话会怎么做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